光复乡泰巴朗部落今天召开了部落会议 除了讨论部落主持的历史定位 另外针对部落传统年龄阶层的制度 受到人口外流少子化等问题的影响 各阶层年龄急剧扩大 甚至相差近20年 世代年龄的鸿沟 部落头目干部忧心不仅造成年龄阶层消失的断层 也冲击到了部落传统文化教育 疫情趋缓 花林各阿美族部落族人也都准备迎接七八月份 年度最重要的税时记忆以立信 光复乡泰巴朗部落召开部落会议 确定今年以立信的时辰 部落以立信日子已底定 尤其今年一旬部落社会年龄阶层制度 将要进行BASFA 也就是最年幼的年龄阶层将诞生 然而部落头目与现场与会的齐老 却是一席一忧 三人一直把沙发才不会轮断这个 这个缺人的这个名称 这样子已经决定了 部落旗老陈一诚指出 受部落人口严重外流 以及近几年少子化的冲击 冲冰国65年后 以5岁为每个年龄阶层的级距 逐渐拉大 甚至现在相差了近20岁的都有 不仅冲击部落传统文化教育 也造成了年龄阶层断层或消失 部落头目忧心 六年都已经有的已经照顾过了 已经有40岁 30岁了 变成这个阶层的这个名称 就已经弄断了 阶层的这个名称 是这样的意思了 后来刚才已经决定 所以一定要 随着时代的演变 部落传统生活文化也逐渐瓦解 部落年龄阶层制度出现断层 甚至消失 而该如何承接传承 是部落目前期待解决的课题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